CGI 和 Lume Deficiency 这两个名词 其实究竟是为什么呢? Lume Deficiency 其实它的利益是包括了三大发展的 第一就是 Vehicle Management 第二就是 Energy Management 第三就是 Engine Development 经过这个优化、装扣程序 和减轻车身重量 在新车液的设计方面 就可以提升高能和效能的能源的利率 达止这个限量的利率 在平治的引擎插量方面 是使用了较轻 按摩摩擦交销和较轻性的Turbo引擎 去取代这个较为大和较轻性的引擎 这样做不单只可以减低 这个耗油量和费力的排放 而且同时都不容易影响到这个 同一个体验和体验和脑的防御 我们最新发的直四Turbo引擎 是采用了这个直截噴注技术的 也就是Charged Gaslight Injection 即是CGI 在这个噴压方面 是高达至148 有效地将这个气氧合化 令到较轻性的预测效果 它的油量比以前减低了 可以高达到13% 在我们面前的一部C-200CGI 加分加为例 它的马力和以前的C-200Compressor 比较力 它的马力和价格亦都是相同 但是无论在扭力 在0-100加速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都有相当的耐心 另外在E-Class 我们也有CGI 它的表现方面 其实它的表现更加严重 它的四缸人性 虽然用量比较小 是8cc 但是它的扭力 比上代E-6的E-230 是高出超过26% 而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就减低超过18% 减低超过26% 依然0-CGI 平均的无油量 是每公里 每100公里 8公升 每公里排出 这个二氧化碳 是187克 是符合这个 Growman 第2亭的 肺气排放中央的 而上代E-6进城 平均的无油量 是每100公里 9.6公升 每公里 每公里 是发出530克的 药物化碳 少数发生的 其实真的 是省了很多人 同时 也都可以 减少了 多云点的 空气 空气 在现在大家面前的 E-6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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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部分 令到它的输出 是更加出色 那其实 enjin 另外 它在零点的 使用 和设计方面 也都是有改良的 它的零点 也是轻量化 和在设计方面 也都改善了 一大大 就提高了 它的动力表现 和它的稳定性 那在这个 除此之外 在这里 有一个 智能的 是个态泵 那这样的智能态泵呢 其实 工程师 他又在 这个 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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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加了一个 sensor 他直接和这个 中央电路 中央电路 就会因应 这个驾驶者 去取态的情况 去控制这个 这个 这个 币 需要的时候 就多给予多些油 所以他就可以解锁 可以 达到一个智能的效果 在這個車身方面,其實也作出了一些氣冷殼的線 大家可以看到,車頭燈上的這些膠邊 其實這些膠邊的作用就是減低了風阻 令到車在行駛時,仍然熱來的風 不會透過一些縫縫走到引擎中 是直接撞擊引擎增加的風阻 除此之外,這個側鏡也是一個新的設定 可以減低風阻 是去到2.5 一般,軻壓是2.1至2.3左右 為何會去到這麼高呢? 因為我們用了一些低運動阻力的軻 這些軻是需要這麼高的壓力 所以在這些軻是需要達到2.5的壓力 其實在16吋和17吋的軻是有低阻力的軻 另外,在車廂裡面 司機也可以在標板上看到耗油量 在駕駛時,隨時他都會知道自己的好影響的狀況 在計畫中,油耗好看 披霜量的軻的軻是有低樓 從電梯的特徴 她探索時,兒士宣吋的軻是旁浪 我們今天又到達到onic亂後 總共用浫足回到 香水 bas題 你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